她美过张满玉,与梁朝伟拍拖六年让闺蜜倒插一角,现如今仍然单身。 第一版的雪山飞湖可以说让很多人们都爱看。 曾经的女主角饰演者曾华茜,由于自身的特性,所以说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,在当时能够和张满玉进行相比,成为了GBB的主要人物,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她要比张满玉还美。 曾华茜家里面的人全部都是医生,而且在她17岁的时候,陪同学去报名TBB的陪学班,最后却被别人所说的自己也填了表格,并且在第一次进行面试的时候还过关了,当时刘嘉玲以及吴君如就是她的同班同学。 并且在1983年的时候,参加了GBB的议员培训,仅半年就开始主持一个儿童节目,和周星驰进行搭档。 这就开始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作品,雪山飞狐饰演的角色让人过目难忘,曾经还和梁朝伟进行过合作。 曾华茜在娱乐圈里面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,但是爱情方面就没有太好了。 和梁朝伟在1983年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确定了恋爱,只有两个人更是长达六年的交往,虽然说有个分分合合,但是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,就是在六年之后,刘嘉玲介入两者之间。 刘嘉玲是同班的同学,甚至都是谁都说的闺蜜。 当时在感情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,还向刘嘉玲进行过哭诉。 1988年的时候,仍然刘嘉玲还是作为调解员,可是这一次却让她更好地了解了梁朝伟。 在这个时候,刘嘉玲也刚是和她的男友分手,所以说对于梁朝伟就直接动了真心,真的是防什么也都要防住闺蜜了。 最后曾华茜嫁给了别人,只可惜没有走到最后,现在单独带住儿子进行生活。